龍船快搞定 歡樂眾$93,11號 註報馬不准备妥當第四場賽事 四班,千六,大熱是四 很多馬都起飛了 王極舉起 好,一跳出來的時候 前面快閘的馬都很多隻 歡樂眾,長龍再現 內蘭巴基自由,中間走上去做金像飛凡馬 中間淺姿色衣服 有狗狗圍攻,五隻馬拍出來走 後面的馬,內蘭自由運 粉紅眼袖黃衣龍船快,外面重鎖 後面的馬,喜愛線,尾五左右 安力寶,後面四隻 郭大俠,內蘭奧龍區外面果然進暫時電後 是慶告彩列 過一千米斷柱,前面帶頭的馬 有這隻就來蘭為金像飛凡 在外面是歡樂眾 第三位的馬,長龍再現 內蘭第四,巴基自由 外面第五,粉紅眼袖黃衣 還有龍船快,外面重鎖 大約跟著第七位 有紫色衣服 就是這批狗狗圍攻 內蘭自由運,安力寶 在五、六、三位 應該要拿出外面 再後面的馬,才有奧龍區 和喜愛線果然進 頂出大愛檔來衝 應該是慶告彩列 好,轉彎入直路 前面透出的馬仍是金像飛凡 歡樂眾第二位 看到近面有巴基自由 中間有長龍再現 長龍再現 後面有安力寶也爆上來 外面追,是慶告彩列 最後二百米,透出的馬 賣變金像飛凡 但三角的戰步,安力寶已經上來 裡面位置還有狗狗圍攻 外面上來是慶告彩列 最後一百米,安力寶在外面 已經蓋上來贏出這場賽事 狗狗圍攻就跑第二 第三名是自由運 第四名 奧龍區和果然進 兩匹馬相當接近 結果這場賽事 潘頓處理這隻安力寶的手法 就真的完全不同了 入彎,拿出去外面的三位 中外檔 沒有被人蓋 結果拋離贏馬 狗狗圍攻就跑第二 第三名的馬 自由運 第四就真的近了 橙衫、奧龍區 九號紅毛那隻 果然進要拍照 第四 4號的安力寶 潘頓 最後2.3倍勝出 跑第二名 7號馬 狗狗圍攻 嘉里 第三名 二號的自由運 梁家進 第四名 好像是12號的奧龍區 蔡明兆 跟果然進拍照 前面都很多馬場放 前面兩段步速都快些 所以這場就有得追 第一張上 第四號的奧龍區 第一張上 第四號的奧龍區 潘頓 沒有那麼快 對 勝負距離 頭二馬 一有四分之一馬位 二三名馬 也是一有四分之一馬位 有笑容 退出了兩隻 潘頓說 是騎士王 好分之一 兩邊 退出了兩隻 又回到13元 三間一月的派賽 勝出A一格夜 延滿的派17個半 所以選擇波仔還是潘頓 對 現在還有二十幾 回到23 位置14 位置沒有下 對 他的位置很奇怪 剛才都說 未過關前兩倍 對 就算尼尼尼 下完飛也是14 其實也沒有什麼 再下 其實是 結果都順利勝出 蔡若漢馬霍 幾隻上次冤枉馬 就先贏一隻 製魚人不太好 這次沒有 順利起步 順利又不需要太後 變了 是 是 四連環預計派賽 2號 4號 7號 12號 順序 派18,860 由於有這個轉播賽 馬上看這個巡內影片 起步 大家都出得幾齊 剛才阿Kic 都說過的問題 就是 你看到跑出來的時間 就偏快些 即是頭兩段 但你看騎士的手勢 他們不是積極搶前 那隻金匠飛凡 都是順勢 其實周俊諾 中逸禮放得很輕鬆 不過時間就是偏快 即是跑出來 咬住第二隻長龍再現 外面就歡樂重 但外道理得整群馬 迫馬在一起 外面就從所遠 然後狗狗為王 下飛很多巴基之後 都是困在馬林裡面 然後是喜愛線 安力寶 果然進 郭大俠 包尾就慶高采烈 那就變成成堆馬 其實縮馬一塊 對 四跌馬都有 你說拉得很鬆 就不是 很明顯 前面金匠飛凡 每個人都帶出來 巴基之後 那個位置都沒有錯 其實就 好像比較逼夾一點 可能都是塞一夾 直路有些馬都會比較逼夾一點 逼迫 即是很逼 對 你看現在頭尾馬 都是五六個馬位 左右 安力寶這個位置 都生位來的 三疊 移出來 看看能不能拿到 這個位置 一撐 一撐 那隻龍船快出去 那就有了 這個位置 後面奧龍區 一直都很逼 其實就算那些果然進 其實都是塞一下球 跟你有爭第四 回到來 還要爭贏了 果然盡在那邊 合上合下 大家都 中間的位置很逼 對 整個堆在中間 很逼 盲利我們邊也拿不到出來 預計派彩立 排第一名是4號的安力寶 最後讀人有23元 位置派14元 排第二名是7號 狗狗為公 位置派42.5元 排第三名是2號 智友營的位置派52.5元 連人位4答7派252元 二重彩立 4號7號順序派381元 三重彩 4號7號2號順序派5343元 單T派1095元 位置Q4答7派90元 二答4派101.5元 二答7派382元 排第四名就是12號的奧龍區 退出了兩隻派什麼? 潘頓說騎士 好分點 一兩位